您好,谢谢收看,东方纵横,我是东方 2014年新开发银行成立,简称新开行,总部在上海 这是一个新兴的国际金融机构,参与创建的是金砖五国 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这五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的集合 成立新开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表面文字看,目的是促进成员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 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可再生能源 可持续农业和其他领域的融资支持 并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通过发放贷款和提供技术援助 新开行旨在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全球经济合作 为成员国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当然啦,这是官方文字高大上的说法 新开行成立的真正的目的是要重新塑造国际金融格局 说简单点,就是要挑战美元霸主货币的地位 动摇美国金融霸主的地位 九年过去了,根据对新开行财务状况的审查 根据跟熟悉新开行业务的人进行的访谈 这家银行现在日子不好过 它几乎停止了新增贷款 它本来是要挑战美元的 但它现在最缺的就是美元 新开行在筹集美元资金偿还债务方面遇到了困难 华尔街日报6月中的一篇专题文章就披露了这一事实 跟新开行类似的还有一家银行 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亚投行 这个亚投行最近动静比较大 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在6月14号公共关系经理皮卡德在推特上发表辞职声明 皮卡德是加拿大人在亚投行工作了15个月 他在声明中说 共产党代理人主导了亚投行 就像是被克格勃、盖世泰宝或者斯塔西这样的组织控制了 辞职呢是他作为爱国加拿大人的唯一选择 他还说亚投行拥有可以想象的最有毒的文化之一 我不认为亚投行成员资格符合我国的利益 皮卡德说自己担心我的安全 所以直到他到了日本之后才发布他的辞职公告 加拿大政府表示将审查这些指控 在审查期间停止与亚投行的一切互动 亚投行是2016年成立的比新开行晚了两年 宗旨呢是为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亚投行规模更大 有106个成员国、政府成员 包括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法国和英国 但日本和美国不是成员国 亚投行、新开行都是跟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绑在一起的 用1万亿美元的大撒币来扩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减少发展中国家对美元信贷的依赖 是要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提供发展资金 当然隐含的目的就是挑战西方的国际秩序 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但是两家银行都遇到了麻烦 因为一带一路遇到了麻烦 新开行的麻烦就更大 要再筹集不到美元资金能不能存在下去都是问题 这还得归咎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立刻招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新开行也马上冻结了对俄罗斯的所有新贷款 毕竟银行不是俄罗斯和中国政府开的 还有其他的股东不能坏的规矩 但即使这样也无法打消国际资本的顾虑 华尔街不敢再向新开行提供信贷 中共一直都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表面中立暗中支持 跟新开行应该撇清关系 免得营火烧身 面对融资的困境 新开行不得不借高利贷 借薪钱还旧债 今年4月新开行发行了一笔债券 规模超过12亿美元 这是俄乌战之后的第一次发行债券 但是利息是正常情况的5倍 银行是靠利息差赚钱的 银行自己需要借高利贷 这样的银行离破产也不远了 为了增加资金来源 银行还在跟沙特阿拉伯 阿根廷和宏都拉斯谈判 想把这几个国家发展成会员 2012年上台以来 习近平就开始致力于 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努力 东升西降百年一遇这大机遇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免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制裁 跟金砖国家的合作 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部分 新开行就是这样思维模式的产物 2015年五个金砖国家 一共拿出来100亿美元的资本 在上海注册了新开行 但是新开行很快就发现 光是靠中国的银行和资本市场 是很困难 于是新开行就开始向华尔街 发行债券 向中国的国有银行发行债券 虽然有一部分是人民币债券 但是三分之二的债券是以美元计价 这已经跟人民币国际化分道扬镳了 有了钱就要开始做生意了 就要开始提供信贷了 业务增长说实在的还是相当快的 2017年的信贷业务只有10亿美元 去年就达到了300亿美元了 其中100亿美元是借给金砖国家 搞基础设施建设等 和新冠疫情的救助计划 毕竟金砖国家集团的经济总量 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规模不小 但是好景不长 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 招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新开行40%的股权 掌握在俄罗斯和中国政府手里 华尔街开始向新开行关闭了大门 2022年7月 惠玉评级公司下调了新开行的信用评级 原因就是因为难以进入美元债券市场 知情人士透露说 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告诉金砖银行的代表 新债务的借款成本可能是入侵前的4倍以上 这典型的就是高利贷的嘛 新开行成立的目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各国政府的资源向成员国提供低息贷款 现在倒好银行自己就要借高利贷 实际上俄欧战开打之后 新开行向成员国提供的信贷就已经不是低息贷款了 利率翻了一番 贷款的发放也突然减速成了蜗牛耙 面对这样的困境 北京自己也不想当冤大头 不愿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增加银行的资金储备 甚至在一些跟外国投资者私下的交流中 中共官员试图撇清银行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说这不是习近平的错 成立新开行的初衷来自于习主席的前任 西方投资者的疑虑还不止这些 他们还担心新开行的运作机制 今年2月巴西总统卢拉就说 他要任命前巴西总统罗塞夫担任银行的新任总裁 因为现在正好是巴西轮值当主席 要知道这位前总统罗塞夫 2016年的时候因为涉嫌操纵政府的预算 掩盖赤字而被弹劾过 但这还不是西方投资者担心的主要原因 根据银行成立的法规 银行总裁人选不应该是哪个成员国的领袖说了算的 是应该由银行董事会决定的 还有其他让西方投资者揪心的事 根据银行的章程 下一届银行总裁该轮到俄罗斯了 也就是说到2025年 俄罗斯当轮值主席的时候 有可能会取消新开行对俄国贷款的禁令 毕竟俄罗斯也是股东 持有20%的股份 目前新开行正处于一种僵士状态 成员国的政府不愿意金元 自己需要借高利贷来还债 也难以发放新的贷款 虽然跟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讨论入股的问题 但没有进展 所以新开行现在处于僵尸状态 没有破产 也没有新业务 这又是一个烂尾工程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